法杖是哪裡來的跟隊友借還是環球影城買的 我在環球影城買的啊 6000日圓 我本來沒有要買啦 買的是因為那個時候教練說 你可以買這一隻來 個人賽的時候來對付盧俊賢 然後我就說 好啊感覺蠻好玩的 帶測心跳的手臂會不會不習慣 我沒有帶在手臂 我帶在腳 膝蓋下面那邊 比賽一開始的心跳怎麼那麼低 我比賽本來就沒有感覺啊 因為我比賽比幾年了啊 15 15年了 創生地以後偷笑是因為要 知道要被錯了嗎 沒有啊 是因為我想玩梗 比較可惜啦 就是 他選圖的時候鏡頭沒帶到 他選圖的時候 我以為鏡頭在拍 我就把那個法杖拿起來 做事要折斷他 因為我賽場前不是講說我要隊友施咒嗎 結果沒用嘛 法杖沒用嘛 我想把他折掉 然後最後比玩的時候 我想說呼應一下 然後就拿起法杖 欸其實他還是蠻有用的 然後 供奉他 然後把他擺回桌上這樣 這本來是想起到一個不硬的效果 可是我後面回去看我才發現 原來一開始沒拍到 那就 節目效果 現在解決算看不到幾分啦 解決算看不到 所以比賽中其他拳手也不知道你二連聽牌了嗎 知道啊 我們看得到每一場結束的名次 但看不到 他自動算的幾分而已啊 我幾分要自己 自己算而已 為什麼不給分數了 我也不知道 刺激吧 可能比較刺激 Sepa跑完第一 我跟工作人員說了什麼 我說 比賽結束了嗎 因為以前啦 比賽只要結束的時候 工作人員都會在耳機裡面講說 就是 比賽結束 可是 我55分的時候 那個時候耳機裡面沒有任何聲音 然後我就想說 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我就 問那個工作人員 因為 我們不能轉頭看螢幕嘛 因為轉頭看螢幕是犯規 所以我就 問 工作人員是不是 比賽結束了 他說 他會 點頭 然後比賽結束了 才把耳機摘掉 昨天個人 反問最後一句 韓文是啥 楊德烏城嗎 楊德烏城就是兩大優勝 他是一個漢字詞 那就是兩大冠軍 這一次採訪比較狂 是因為 找到勝利方程式的嗎 沒有啊 其實就是 上個賽季結束之後 我跟教練聊了一下 然後 他覺得我要 更有自信一點吧 然後我也覺得 我太虔虛了 就 老可以自己留後路 然後我就覺得 好了 那這個賽季就是 要自信一點 什麼時候可以全韓文采訪 這個賽季應該還是不會啦 可以全韓文采訪沒錯 可是 中文觀眾還是很多 所以還是 需要中文翻譯 而且有一些時候 我不是全部的 字都聽得懂 我更多的時候 可能是 他一句話 我能聽懂八成 但剩下的兩成 我就要靠 我聽到的關鍵的 字彙 去猜它是什麼意思 那 在採訪的時候 這一種情況 我會覺得比較危險 所以 還是需要比較準確的翻譯來講 豹哥這季的自信 是來自於法際線嗎 我跟惡魔做了一個交易 我想要 實力變強 他想要我的頭髮 不虧還給你留了這麼多頭髮 謝謝你喔 差不多要副牌 個人賽 第一張地圖是 黃噴的人選嘛 然後我選的是拉力 其實那個時候我在選 我還想我要選拉力還是工廠 選拉力的想法是 就是選越野的想法是 如果我選工廠 那代表我一定要走那個 Near build 就是Near build 如果走那個失敗的話 一開始積分掉很低 如果掉6 7 8我就完蛋了 所以我想說 先穩一把拉力 拉力如果拿到第一的話 我再選工廠 那就算掉下去 應該也只是 可能10分加-1嘛 9分 應該也還好 所以 這就是我 選拉力的理由 另外一個理由 是我問教練說 我應該要選工廠 還是選越野 然後他給我的 推薦是選越野 然後這個地圖起步 我起的不好 起的不太好 然後這邊我少一顆氣嘛 我想說我先跟 因為我覺得前面應該不會打架 然後我在這裡 這個斜坡 多補一顆 就行了 然後到這邊我氣量就完全補回來了 好 到這邊 你仔細看喔 我這個地方 尾留爆起來對不對 然後正常來講 我不是拉完斷位嗎 然後這個氣就要 就要換了嘛 但是我沒有換氣 我這個拉完斷位之後 我甩尾還繼續按著 我到了這個地方 我才把甩尾鬆開 這樣的話就可以保留兩顆氮氣 同時我尾留爆了 我從左邊爆 左邊爆完之後呢 我往右側去壓 我想讓這兩個人推我一把 所以我推到前面去 推到前面去之後呢 我想要再擴大我的優勢 所以我在這裡 稍微用了開氣艇 壓了一波 然後把沃爾的路線 把沃爾的速度壓下去 然後在前面做零泡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兩個的一對一 很明顯看到我們兩個的路線是比較好的 我這裡在想我要不要多擠一顆 但後來我想說不多擠一顆 就正常的逃跑 然後到了這裡 我本來就想說 我要不要去守他的尾留 所以我有往右壓 但是往右壓 第一波沒守過之後 我就想說 OK好 那換我心靈尾留 我們兩個尾留 護吸 把一二名的距離帶開來 這樣我們至少 至少我們兩個都會有前二 至少都有前二 所以我們兩個就尾留護吸 然後這裡尾留 換我過了 換我過他 過他之後他在尾留過我 然後這裡本來 我想要往右跑 我想要往右這邊跑 因為我不想要在這裡吸到這個尾留 在這裡吸到這個尾留的話 爆發的地點就會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在最後一個彎 那我就會很虧 但是我這裡試圖想躲這個尾留 所以我往右上跑了 但是這個尾留還是沒有躲過 那我就想說那就算了 看能不能過 不能過頂多就第二 然後尾留就在這裡爆了 在這裡爆其實是很不好的 然後他很聰明 他從外側夾內 他把內線封死了 我試圖想從內線轉 但是我轉不過去 所以他這個防守防得很好 反而是我把他推到前面 所以這一把就是 他防守的好 然後我尾留 我沒有躲掉那個尾留 就是我不想吸到那個尾留 然後這個圖我起跑在最右側 其實我很喜歡在最右側起跑 或在最左側起跑 因為我都可以把這個 最左側或最右側 擴大成最大的優勢 你看我起跑也是強得很好 但其實這個程度的話 他們已經吸不到尾留了 就真的 在這個距離 我看了一下小地圖 這個距離是吸不到尾留的距離 我以為我這一把 應該是第一確定了 只要我不失誤 但是我失誤了 真的 這裡真的是第一確定了 但是 我失誤了 我失誤了 這張圖還沒練 這張圖真的還沒練 我哪裡失誤的呢 到這裡他們都吸不到尾留 但我這裡失誤了 你看 這個黃點 我本來還在很前面 然後我撞到這個左彎 我撞到這個左彎之後 速度慢下來 然後掉到外側 我差點掉下去 然後就 然後就到這邊 抓比賽時練圖 沒有我要證明一下 來我先暫停一下 我們先暫停一下 暫停一下 來看一下 個人賽有的地圖是哪一些呢 來這張 這張我第二 然後跟第三 再來這張 這張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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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這張我第一集 這張我還沒刷 這張也還沒練 再來下一張哪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 連三個賽季都沒跑過 不知道怎麼跑 沒練 然後這個地圖第一 這個地圖 第四 第五 第四第五都是我 然後這地圖第一 這地圖第一 然後這地圖第一 這地圖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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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了 那沒辦法 這裡壓了一個雙甩 他想要去守我 然後他內線反而開了 但這裡 WORD的路線 被我擋住 但左邊有一個尾流爆過去了 然後這裡我又操了 然後反而這裡右邊 他的尾流又轉過去了 真的很難熟 這個尾流真的太難熟了 然後智明這裡很聰明 他多甩一顆 他把他的氣量回歸成正常氣量 然後這裡試著想要通過 但是過不去 他還是在我前面 然後這裡我想要安全一點過 所以我繞了一點外 但被擠掉了 然後這裡 李鴻一很敢轉 但這裡真的超好笑 你看喔 WORD 直走 直走 然後直走之後撞了一下 然後買到 他昨天真的超多失誤的 超靠北 超靠北 他很好笑 他這裡真的很碎 如果這裡WORD是沒有直走的話 或者是沒有撞到的話 智明應該是有機會二連的 這裡就被帶到 被帶到之後 最後我們三個再搶 WORD這裡已經完全沒氣了對不對 然後我知道這裡 如果他往這個路線的話 他一定是要擋我 然後讓我去推他 所以我這裡把氣放掉 但我放太晚了 所以我還是推到他了 然後推到他之後 反而李鴻1C要尾流上來 然後魚翁得力 你公路這個地圖 其實就是一張起跑地圖 你起跑搶得好的話 這一張基本上第一確定了 因為他的路線太單一了 你很難找到可以超車的空間 那你看這把起步 WORD的起步超級好 然後直接搶出去 然後這裡 大家在打架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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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然後這裡我想說 我不想要明治被困在後面 所以我乾脆直接賭了 我直接走人行道 然後就走上去了 然後這把就基本上最差第四確定 然後我在爭取看有沒有機會到第二 然後這裡尾流爆了嘛 然後到了這裡我覺得OK 這把第二確定了 至少也第三 結果你看這個Squad 這個Squad 他撞到了什麼呢 他撞到右邊這個 這個角角 我甚至覺得這裡地方根本就沒有角 我覺得他撞的是隱形牆 然後他就直直的往左邊衝去了 你看這個地方那麼平 他根本不可能那麼 那麼直的往左邊衝去啊 我覺得這個其實算是一個隱形牆 我覺得啦你看 你看這裡完全是平面 然後他往左邊衝去 然後他往左邊衝去之後 不是講過現在這個版本 撞牆基本上不會痛嘛 所以他就這樣反彈回來 然後把我路線夾了 然後我就死了 然後這裡 把原本要有的氣直接放掉 因為我知道這一把 這一個撞 我基本上第二沒救了 我只要保住這個D4 所以我就在這裡 平了一下藍的 然後保住這個D4 然後MOSTER最後這個尾流過得蠻漂亮的 然後再來WORD 他選了礦山嗎 那肯定的 節目效果 那這個地圖起步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地圖是一個起步地圖 你起步騎得好的話 基本上這一把是 最差也是前2或前3 喔但是我起步就被困在第6 我是慢慢鑽上去的 喔這個地圖要突破真的很難 尤其是團體賽 個人賽還好 喔喔 達爾達這邊被推掉了 然後這裡我故意繞外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4台擠得很近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有人死掉 因為擠太近的話 只要有一個人 他的車尾是被 後面的人推到的話 那路線就會亂掉 然後後面的人速度就會很低 然後就會可能掉下去 就像MOSTER現在這樣 對不對 他就被紅的車尾碰到 然後他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就直接繞外去等 前面就很亂 然後到這裡我不知道李鴻1怎麼死的 他直接消失了 到這裡就 就123 我知道這裡前面就是3台車了 那3台車我就大膽鑽了 我這裡我乾脆 我就不等他了 因為我看到這裡路線開掉了 我直接壓一個超內的雙甩 然後就過他 因為我想去哪裡 然後這裡我就要拚360 但前面的360傳給他很好 他這裡擋了我一下吧 但是這裡我就知道我贏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尾流爆了 只要尾流爆了 這裡跟大家講個小知識 這裡有里線跟外線對不對 綠色加速帶跳到紅色加速帶 這個是大家最喜歡用的過法 因為這個路徑是最短的 所以你就可以切最短路徑 然後上到平台 然後飛到終點 但是這樣會有一個隱憂 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你沒有辦法吃到紅色加速帶 全部的加速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走外側呢 原因是因為走外側 你可以從紅色加速帶的頭 吃到紅色加速帶的尾 然後你如果從綠色跳到紅色的話 通常你跳出去到這個上坡的時候 你瞄你右下角的實柱 大概會在380 但如果從左邊紅色加速帶 從頭吃到尾的話 你的速度可以到400 應該是可以到410 如果吃的拖得好的話 再加上我爆尾流 爆尾流的話 時速再快十幾公里 二十公里 可能出去可以到430 420 430 那我在空中這段時間 大家可以看 跳出去的時間 12秒7 12.7對不對 然後到終點的時間 14.6 跳出去的時間大概快兩秒 所以這兩秒就會變成說 你在空中你就可以 跳得比較高又跳得比較遠 所以我就選擇走外側 所以我就選擇走外側 然後我吃到更多的加速 我可以在這兩秒內實現反超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點是 在現在這個版本 你只要一落地 你會有個瞬間減速 你看我剛剛的時速也是從400多 落地 可以一直掉220 你如果 越晚吃到這個減速的話 你就可以 怎麼講 反正 我中文退步好多 反正就是 你越晚吃到這個減速 你就有越大的優勢 那他就是很早吃到減速 所以他就放掉了 他就掉到第二 但個人賽跟團體賽又不一樣 個人賽你可以這樣走 團體賽的話你要看情況 因為團體賽如果有人走一個內線 然後插你的話 他一定會有一排在你前面 你只能靠在空中的時候過他 那如果他在你前面 他把你撞掉的話 那你甚至也不用飛了 所以還是要看情況 那後來我就選這個地圖了 那這個地圖我在最左側的時候 我發車我的想法就是 我起跑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能夠壓住右邊這個 我就可以像這樣曲線圖一樣 往右上走 因為我只要壓過一個 我就可以壓過第二個 我只要壓過第二個 我就可以壓過第三個 那他們就會流浪推我 所以我就一直往右走 有沒有 我壓了第一個 然後去壓第二個 壓第二個之後壓第三個 壓第三個之後壓第四個 壓第四個完之後 我氣急到了 我直接跑 所以這個說為什麼我喜歡在 這個版本最左或最右側起跑的原因 但我這裡15了 我這裡沒氣 你看 我沒氣 要不然這版應該可以20中 我覺得 20尾啦 20中可能有點浮誇 然後這裡我看我分數28分 我應該可以這樣玩 所以我就直接走內側 走內側之後直接 尾流直接沒了 對方直接吸不到尾流 然後就直接計時路線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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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其實他在 往前追一段 他是吸得到尾流 但是 這裡中間打架打太兇了 2-3-4米全部都在打架 喔 然後戴瑞達這邊 失誤了 喔 你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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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戴瑞達的失誤 是沃爾德的失誤 你看這裡 他撞了一下 然後戴到戴達 我感覺沃爾德現在真的是炸彈 團體個人就是炸彈 可是他單挑又很穩 超奇怪的 他8人的時候就是真的失誤超級多 單挑的時候就是不失誤 真的是很玄學的一位選手 啊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好 下一個地圖 那個時候我在看我還有什麼地圖可以選 剩下的地圖其實大部分都是一些尾流圖 那藍圖就剩兩張 一張是這一張 那另外一張是哪一張啊 還有雪山 就冰山滑雪場 我不想選冰山滑雪場 所以我選了那個 冰河 這樣叫什麼 冰河極限競技場 對 但起跑又 又很不好 連這個版本起跑就運氣運氣了 連這個版本起跑就運氣運氣了 這一把真的是我自己失誤 要不然 九成會第一 這裡我少一顆 然後我在後面 多擠了一顆 前面打 打叫打得太兇了 所以這裡好像又掉了幾個 對這裡又掉了幾個 我直接從第六掉 上到第三吧 就很玄學 很玄學 然後這裡我想說我要過幾期 所以我乾脆不開期 因為我覺得前面可能會挺我 我以為前面是沃爾德或是基民之類的 結果都沒挺 那我就內線先走 沒有想到這個Monster他吸到尾流 我就先走 好這裡有爆尾流 我這裡就沒有雙甩 我就單甩走 同時因為在這個U彎 跟大家講 就是通常下一個彎要甩兩顆的 但要甩兩顆你的操作節奏會很緊 很容易失誤 所以一般的選手他們會選擇多擠一顆 然後在下一個地方單甩 但是因為我沒有多擠一顆 所以我選擇在這個過U彎的時候 不開氣 然後過到U彎快結束的時候才開氣 這樣的話氣就會剛好可以推到我小地圖 我滑鼠現在顯示的這個U彎 就剛好可以推到這邊 所以我這邊選擇的直接沒開氣 我就直接單甩過了 到這裡我以為距離應該已經拉開了 但沒有想到他還是吸到尾流 然後就只能下來 再做防守 但我這裡失誤了 就這個U彎 這個又U彎我失誤了 這個距離基本上他不可能碰到我的 但是我這個U彎開了 你看我離內彎很開 同時我忘記拉段位 我如果拉段位的話 我會在這個箭頭處的左邊 那我就不會被推到 但是我沒有拉段位 變成說我要直接 靠打方向去 救我的路線 所以我內彎開了 正常路線就像我的這樣 走這個箭頭的最左邊 但是我走到箭頭的中間 所以我在這彎 我要甩進去的時候 我在這一段地方 待的時間就會久一點 那我就會被碰到 所以如果我有打段位的話 他是有可能碰到我 但是力道不會像這麼大 然後就是在這裡這樣被撞到 然後力道太大了 我斷位根本拉不回來 所以我就到了這個地方 我才拉段位 所以 這個距離就是第一 就不可能了 因為我這裡氣還沒有 對啊 蠻可惜的 我自己 年紀大了忘記一些事很正常 確實 這把不應該啊 這把不應該 應該要第一的 噢 這個生法我起跑就沒有好過 一次都沒有好過 一次都沒有好過 每一次起跑都會第八第七 你會有好過 這把 這把 這個 這把 這把 好卡 但是他的路線選擇都很實戰 是保證自己能存活的路線下去做選擇的 這裡就是打架 我完全不想管什麼判斷 我就是想打架 這裡我就瘋狂打架 喔這裡直接插內線 你看我內線一台直接衝過去 我真的不知道前面是DELDA欸 因為我看前面這個人防守的路線很好 你看他這裡還停車你看 你看這裡 啊這裡停我車 我光看這個停車我就想說 幹這個不可能是DELDA 不可能是DELDA 我猜這個人不是機名就是Word 我那個時候就這樣想 然後路線又那麼好 防守路線很好 但是DELDA就是 幹他真的變很強 尤其說他真的變很強 他技術真的變很強 跟一開始來的時候 因為他一開始來我們隊的時候他已經 他當兩年兵吧 然後他從2021年就沒有玩跑跑1了 然後他甚至也好像也沒怎麼玩跑跑2 好像幾乎就開過 玩過一兩個禮拜而已吧 不要 我們自己去看 那個時候我看他的路線就很 因為 這邊可以科普一下就是 當時為什麼找DELDA 進來我們隊就是因為 前秀推薦 因為當時他在 那個APRICA的時候 DELDA之前在APRICA 他在APRICA的時候 道具基本上就是靠他贏的 所以他是觀念很強 然後我們覺得 要找一個觀念很強的人進來 然後所以才找他 那個時候他根本就沒有在玩跑1 然後也沒有在玩跑2 所以他進來之後才磨練 他進來之後才練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他上個賽季 在64強進32的時候就淘汰 但是在這個賽季 他可以幹掉里仔赫進到32強 所以我覺得他的實力 他真的是需要時間 他只要有時間 他就能變得很強 然後到這裡我偶爾有爆了 我就知道可以把D1確定了 因為這裡第二名 偶爾等他外拋嘛 外拋之後後面就沒有人 沒有人吸得到我偶爾 那我就乖乖走就好了 好卡 好卡 就這樣 哥倫塞大概就是這樣 心...心得大概就是這樣 到這一張地步就是想打架而已 沒什麼別的想法 然後頭髮真的是不適合這個造型 感覺還是要蓋一下 下次不會再做這個造型了 法量看起來太少了 但你看這個側面 左半邊看起來就蠻不錯的 對不對 左半邊看起來像20歲 右半邊看起來像60歲 反正就這樣 就是順利晉級了 那很可惜 太大兩分淘汰 然後我跟志明 沃爾德三個一起晉級 下一次16強 個人賽應該就是在11月了 下一場比賽基本上就會在 11月15號 禮拜三十六場第一組 第二組 這個DC裡面有很多的資訊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大概是這樣 這個DC真的很好用 我有很多比賽資訊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比賽資訊 我都在這邊看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加入一下 好啦 那就先這樣 期間嘛差不多啊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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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